大师兄先解决掉小怪 不然你要拿个沙虫炮 还有可能得住土威安呢 知道知道 马上开怼 区区两个野人也敢在这里要舞阳威的 真是不知死活 看我的战锤捶爆他们 哎呀被你个坑货给刀了 最后大师兄拿到了沙虫炮 我们就离开了沙漠 大师兄咱们接下来是要去干嘛了 既然咱们都有了沙虫炮了 那就比较有底气去打各种boss了 冰原地形也在这附近 我想着直接去打冰原巨魔了 行 一切听从大佬的安排 反正我就屁天屁天跟着你就行了 我刚看了地图 飞过这片桃花林 翻过雨林 很快就能进入冰原地形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冰原地形了 大师兄这家伙一抬眼功夫又看不见人影了 我就在你前面的林子里面而已 然后好像看到前面有不一样的地形了 你该不会是说这个冰原峡谷吧 哦哦原来是这个呀 直接把路给截断了 还好有骑子小飞速 可以直接飞过去 那边还有个传送舱 顺便过去收了 好家伙 你比我还溜啊 已经过去了 这又没什么难度细数 我都是骑小飞速的骨灰级玩家了 你快收下传送舱 这附近的濒临守卫还不少的节奏 收完咱们就赶紧溜了 好嘞 马上敲了走人 哎哟 看到前面有蓝色的建筑框了 那一定是冰原村庄了 村民正在搭建房子呢 没错 看来咱们这次还挺顺利的 已经冰原没多久就找到村庄了 所有建筑都还在深层中呢 找到村庄 也就顺带找到雪山了 因为冰原村庄都是深层在雪山脚下的 咱们先来把传送舱安装了吧 那还是老规矩 安装在祭坛这里咯 你安排就好 我没有传送舱 安装的事就交给你了 那这次我搞点不一样的 来把他们安装到图腾前面 随你随你 你开心就好 我趁周围村民不多 现在来拿下箱子里面的烤兔肉了 还好你拿完了 村民刚好深层出来了 弓箭手也有 你要是再拿的话 小心被戳个托星凉 对于吃货的我就算被攻击了 也得来多拿几份 稍后去洞窟探索 要是被冻到了 可以吃了暖身子 反正尽量躲着他们开箱就行了 安装好传送舱和拿到烤兔肉后 我和大师兄就往雪山这边探索了 先去找雪山洞窟了 只要绕着雪山兜一兜 应该不难找到洞窟入口处的 那还是召唤出小飞鼠来寻找吧 滑翔在空中 视野会好很多 搜索范围也会大很多 小司令 要不咱们分工合作 你换个火麒麟在三角下蹦搭 谁叫我有格局 换句换吧 我现在降落到山脚下去 好了 我已经来到山脚下了 也骑上火麒麟了 现在大师兄父子搜索半三腰 这下面就归我了 哎 小司令 我看到双火石了 这东西不是应该在洞窟里面才有的吗 怎么现在连雪山表面也有了 我印象中也是洞窟才有的呀 那会不会是洞窟入口处就在这附近了 入口倒是没发现 但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就是从这里直接挖进去 会不会很快就能挖穿到洞窟里面 也不是不可以 我现在就上去和你会合 反正咱们有萧萧乐技能 倒破进去也不难的 那好 改变战略 这次就不找洞窟入口了 直接利用萧萧乐技能销进去 说不定更省时间了 好了 我到了 我下车来使用萧萧乐技能了 现在我跟大师兄已经炸出一条通道进来了 走快一点 说不定道路的尽头就是穿破到洞窟里面了 也不是不可能 反正现在看不清 到了才知道 还真的被大师兄说中了 确实已经炸穿了 我已经进到洞窟里面了 这里会不会直接就是寒酸祭司的老巢了 我得小心一点 稍等 我被冻成狗了 直接变成冰雕了 正在挣扎着呢 解冻后立马就过去哈 赶紧的 这里乌漆漫黑的 我身上没有火把可以照亮 估计也没有材料可以制作 我来看看 果然没有材料呢 火把我身上就几根而已 我也来看看能不能制作 可以哦 能搞一百多只呢 那就别默默唧唧的 制作好赶紧过来 这里没有寒酸野人祭司呢 还得继续深入洞窟去寻找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